DNF手游乐园狂玩剂 新手如何光速发育 兄弟们 现在是DNF手游福利最重爆的一个版本 策划直接开启了狂送模式 什么加12强化券 史诗自远箱子 还有跨界石呢都是应有尽有 这个时候回归或者入坑DNF手游还是可以玩的相当滋润的 但是要想快速发育 我们必须把福利做到最大化的利用 首先加12的强化券 DNF手游强化带来的提升非常大 考虑到等级的限制 我们最好把它用在51任意史诗武器上 等有了团本武器 再继承强化 如果手上没有衬手的史诗装备 新版本史诗之路有4倍以上的超高暴力 除武器和防具都特别容易 这里强调一下本命史诗啊 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防御精通 比如狂战精通重甲 剑魂精通轻甲 职业穿戴对应的防具就是本命可以增加大量的属性 大家可以先穿一些加伤害的强伞进行过渡 后面靠自远箱和跨界石做出一整套的史诗防具 最后是几个玩法的门槛 1.3万抗膜以后我们就可以打弓箭团本了 这个模式铲除目前最强的团本武器和手势 还有团本专属的仓岸线冲活动 老玩家抢的带那过途只需分分钟 冥王之塔模式大概在1.7万抗膜左右就能登顶 这个并不难 只是需要一点点小细节 可以获得大量的资源 但试炼之塔是偏挑战性的 想通关得需要2.4万抗膜以上 新勇士没必要硬上 尽可能打就可以 最后祝大家都能飞速发育 分分钟全神毕业 我是森探 期待你的观众